居然不到5万的首富在Errvai买了一个近Millionaire House 这是我们最近刚刚放款的一个case 具体的什么情况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我们来到了这个房子 这个户型还是比较方正的 无脏俱全各种的光线采光条件也是不错的 之所以来看这个房子 主要是这个贷款的过程是比较challenging的 因为这个购房人当时是首付也比较紧 而且他已经有了一个自住房 上面还有贷款 他甚至曾经考虑过说把之前的那个房子卖掉 去凑过很多首付 也同时也考虑说想减轻一些债务 但实际上即使用那个方案的话 他的收入也不足以支撑这个新的房子贷款 最终呢我们根据这个购房人的虚窍 帮他设定了一个完整的购房方案 让他在不需要出售之前那个房产的情况下 还能够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同时他只放了5%的首付 在urban呢他这个基本上是最后98万6成交 一个将近million house 他只放了不到5万的首付 就把这个房子买了下来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我们先看到的这个是客厅 比较方正的一个客厅 然后呢在我右手边 这是一个小的客卧 这是一个卫生间 然后一氧化碳探测器 烟雾暴酒器都在位 这个房子呢其实年纪比较大了 但是他是装修过的 这些油漆啊门窗都是重新做过的 所以呢看起来整体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是他的餐厅 这些台面啊这些新的冰箱啊都是 台面冰箱还有这些呃厨房用具都是都是新的 我想这个也就是很多情况下 为什么你会一个房子经过flip之后 重新装修之后会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好啊看完了这个房子 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房子最终的成交价格是98万6 呃购房人呢是只放了5%的首付 我们帮助他贷款了95%拿下来的贷款额度是93万6千7 然后月供是5616 这个房子地税比较低824 然后保险100块 HOA274 这个房子最终呢他每个月的真实支出是6814块 这个是你作为自助的成本 呃换一个角度考虑 假如说这个房子是你买来投资的话呢 一般我们是建议你放到25%的首付 那么你的贷款额度就是73万9500块 你每个月月供是4674 你总共全部的支出是5872块 那么你每个月租金能拿回来大概在市场租金4200的话呢 你大概每个月的现金流是一个负项的1672块 这个房子在市场上呃交易记录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2003年的时候卖了一手是36万5 然后就是2023年3月份的时候啊 81万成交的之后就做了一次这个 Flipping98万6成交 我们做一个相对保守的估计把这次Flipping的价值增长 抛开带考虑范围之内的话呢 呃过去这20年大概年增长率是在9.65%左右 我们做一个保守的估计依然使用这个数据 一般房产呢你是持有三年 那么你三年假设按照同样的回报率的话呢 你的回报是28万5成本是每个月投入的这个租金差 1672块你做了三年的成本 你大概一共投入了6万块 加上你之前放进去的本金25%大概是24万多 呃这个是你总共的投资回报 而事实上你的成本6万块呢 假如你考虑到税份税务上的减免之后呢 其实是真实成本是低于6万块的 好的再来说回这个case本身 这个case我们close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因为购房人是有了一个小房子想购买这个房子作为升级 他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他首付非常少 第二呢他的收入也非常低不足以支撑这个房子 呃我们给他提供解决的方案就是第一呢 我们把它做成自住房可以只放5%的首付 大家知在这个方面有很多一个误区就是我已经有了一个自住房 我是不是就不能再买自住房了答案是否定的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帮到你的 呃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收入的问题 解决方案就是他现有的这个房子我们帮他出租出去 用这个的房子的lease呢拿到的金额可以不光去抵消这个房子本身的成本 甚至还可以去帮助你增加正向的收入 而他之前现在拥有的这套房子本身租金是非常好的 抵消了所有的成本之后还是有额外的收入 我们这部分就可以用来他去承担新房子贷款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你老房子的租金收入来去帮你承担新房子的贷款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解决你的收入问题帮助你去购到一个你的上限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类似成功的case 假如你现在正在面临各种各样的贷款困境或者问题的时候呢 欢迎和我们联系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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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给你一盆 脸 洗一箱 x